中美武器的差距 各种长短枪316.1万多支 坦克622辆 装甲车389辆 汽车2.2万多辆 貌似武器数量不少 其实存在的问题更多 一是装备杂 型号不一 不配套 难成细细 这些武器枪炮 就有110种样式 82种口径 产自20多个国家 单说步枪就有13种口径 产地涵盖了德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苏联 法国 比利时 且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奥地利 瑞典 波兰 瑞士 加拿大 荷兰 罗马尼亚 希腊 阿根廷 秘� 罗威 巴西 丹麦等 20多个国家 是名副其实的万国牌 由于枪支品种多 又系战场缴获 不配套 南城系列的问题 就十分出处 不仅枪炮品种南城系 第 枪炮与弹药 也往往脱节 由枪炮缺弹的现象 十分出处 二是重武器少 火力弱 大口径火炮与坦克装甲车辆 成为稀有真品 排击炮占了火炮总量的80%之多 70毫米至100毫米口径的山炮 野炮只占一小部分 而105毫米122毫米榴弹炮 加农炮更少 口径最大 性能最好的美国造M1是 155毫米榴弹炮全均只有35门 200万支挺枪中 步枪和手枪就占了将近90% 重机枪不到1% 高射机枪则只有几百艇 在这种情况下 195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覆巢 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的展开 志愿军部队在装备硬件上的种种短板与缺陷 随之暴露无遗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 美军1200多架飞机 300余艘各型舰艇 1000余辆台客 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或摩托化 每个陆军师编有排客140余辆 装甲车35辆 每个师还配辅酒其他各种车辆3800余辆 高射炮64门 火箭筒 543具 火炮 装备新 口径大 射程员 弹药族 型号统一 军油汽车迁引或吉普车载运 威力大 机动性强 志愿军 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 地面部队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 每个军只临时配有约100辆负责物资运输的汽车 每个军编有各种火炮540余门 其中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 仅190余门 仅相当于美 军一个施火炮数量的57% 包括直射炮108门 各种迫击炮333门 火箭筒81具 志愿军一个军的火力强度 仅及美军一个势在一半 火炮不仅陈旧 型浩杂 口径小 射成劲 而且弹药严重不 族 多油罗马活载或油人员肩扛 机动性能差 正是上述这种巨大差距 导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 备受美军战机 坎克 火炮的欺凌 1951年2月25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区人堂 主持军委扩大会议 讨论国内如何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问题 再听到财政部副部长荣子和 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人 谈到各自部门的一些实际困难时 彭德怀不由的火冒三丈 猛然一拍桌子站起身怒声大吼 志愿军武器装备太差了 这也困难 那也困难 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 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们住的是什么 吃低是什么 这些可爱的战士们在敌人飞机 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 就趴在雪壁里人机来动 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 他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经过几个月的苦战 伤亡了那么多战士 他们为谁牺牲 为谁流血 战死的 负伤的 饿死的 冻死的 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 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与会者心情沉重 周恩来要求国内各部门 竭尽全力保障志愿军战场所需 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 换装成为志愿军在内的人民军队的当务之急 经过艰苦的努力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陆续进口和接收苏联武器装备 先后增添了四种加农炮 二种榴弹炮 一种加流炮 一种火箭炮 一种山炮和四种海击炮 共四千云门 构近十个坦克团 47个坦克自行火炮团 一个机械化石 五个自行火炮营的装备 其中主要装备是T-34中型坦克和少量的NC-2重型坦克 372架米格15飞机 至此 志愿军炮兵已发展到 拥有各种火炮交四九八六门 包括野炮 榴弹炮 火箭炮 山炮 二三八四门 反坦克炮七二三九门 包括火箭筒 排击炮四零四六门 高射炮 一三一七门 且 大量装备的苏式 一二二毫米 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 一百三十二毫米火箭炮 七十六点二毫米野炮 五十七毫米反坦克炮 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中下旬的金城战役中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防御 正面每公里配置火炮四十五门 虽然还无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苏军作战 平均每公里一百二十门火炮的配置标准比拟 但这已经达到了志愿军火炮配置的最高水平 在这次战役中 南朝鲜里城外军队 建设了志愿军上千门火炮弹雨般猛烈轰击 南朝鲜军队阵地前沿请客间被炸得体无完肤 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不得不承认 经过三年战场磨练 志愿军战力已经今非昔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